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上海 今天主题是小自由贡献 剪了一杯香草辣蹄 辣椒的还不错 这个是大军图的热美食 这也没有辣椒 圣诞奶泊水 然后我还特地吃了番茄 因为本来这一团也是番茄 海盗猪带有番茄的总会 总会什么什么 我们吃完了贝果 决定前往下一站 然后呢我们在这条街上 发现了很多类似于贝果 然后法式甜点 这种店 然后里面好多好多老美 为什么知道它是老美呢 因为 这蛮近似的 我觉得走过来 不累 一点也不累 我们现在找到了这个巨头的花园 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吧 其实这里就是吃饭的地方 然后至于为什么来这边呢 因为中国有句话 这边就不累 这边就不累 路边小别野 这边我会在这儿 不是春节吗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还贴着圣诞节的皮 那我们进行看看吧 有很多各种各种各样的菜的混合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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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里还有起 看到了很多出租时候的毒物 在起来自满亚 来算见秘食 好多猪同学 来收周围 吃的 决定来吃 印度菜 今天来到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店 然后我们进来了这个麻线 就感觉非常的amazing 原来这家店还有中文名 非常的international 我们看一下菜单 这些是一些汤 就是看着就不太想吃了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咖喱 这里有一个印度爹鸡腿咖喱 我们点了这个大众点名 像黄色小瓶的奶油鸡肉咖喱 有一些烧烤 其实就是鸡啊 羊排啊 小豆啊 这些呢 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 就先跳过 我们点了一个 蜜蜜辣茶 我在这边呢 我们点了一个 咖喱豆角 决定尝一下鲜巴 这页就是餐桌中的北饼 我们点了一个黄油口饼 这个餐具 这个酥米 非常的适合喝糖 我们是印度去 这个是奶油鸡腿 咖喱 这是飞饼 油渍滋的飞 这个是那个土豆饼 我们接下来 来到这个展览 LV的展览 这边是这个团队 这边都是旅行箱的 这边都是旅行箱的 那么这个难道是让人不斜的行李箱 不斜这床羊翅便携式的化妆会